hello大家好 我是做学位 相信大家也都看了封面标记了 所以我就废话不多说了 现在呢 我们就搞点竹子回来 OK 那我们就要这一根好了 专业工具 啊 真不容易啊 可算是回来 那家伙追我三公里啊 太可怕了 你还演上头了是吧 好好好 不编了不编了 接下来呢 让我们回归正题 竹子 炸汁 其实呢也并不是炸 就是把这个汁弄出来吧 这个炸汁吧 它就比较的形象 一看到这个汁 大家就明白了 非常的好理解 这应该不算是体文不符吧 制作呢就非常的简单 把竹子给它劈开 随便找一半给它放在炉子上 小火慢慢烧啊 拿两个杯子放在两边 接这个汁水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耐心斗袋 哎哎哎哎 这个汁出来了 出来了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现在闻起来它有一种 烧甘蔗的味道 它远比我想象的汁水要多一些 估计整个两杯不是很难呀 我都烧走了都 换一边换一边 再换一根 别烧了别烧了 再烧就变成竹炭了 这里已经烧废了两截竹子 看看我们的战绩 两杯合成一杯才这么一点点啊 非常的难搞 刚才说制作比较简单 那就出货率太低了 过一下筛子 我们去一下杂质 这个筛子它有点粗啊 稍微的沉淀一下 给它换一个好看的杯子 这个颜色还算是挺好看的吧 一个淡黄色的 算不上精英剔透 因为感觉有很多的杂质 绿不干净 没有那么细的 闻起来它真的就是一个 烤甘蔗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没有吃过烤甘蔗 一毛一样这个味道 尝一尝 来之不易啊 嗯 炸成半天 首先你会感觉到 有一股那个 炭的那个味道 烧焦的那个味道 但是回味了你会感觉到有一股 竹叶的那种清香 竹色的清香 味道微微的甜 微微的有点点色 微微的有点苦 这个味道它就很有层次感 很丰富 总体上呢还是蛮好喝的 但是又没有太好喝 反正就这么一种东西 它又不是饮料 也不会那么的好喝 就是平起来 感觉还行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偷来的东西 它就是好喝呀 录视频的事怎么能叫偷呢 有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竹子汁叶 它的学名叫做竹力 是一味中药 具有清肺较热化 弹力翘的功效 所以说虽然它的味道还行 但是也不能瞎尽喝呀 是要三分毒呀 我查的资料上面说呢 一天最好不要喝的超过60克 我这个应该 一杯肯定是有点超了吧 其实我今天做的这个竹力 它并不是很完美 最好的材料就是 那种新长出来的竹子 非常新鲜的竹子 它汁水多 可能味道也会好一些 你看现在几月份了 8月底了 哪还有新鲜的竹子 所以说用的是比较老的竹子 汁水少的可怜 可能味道还不够好 有没有药用价值 都是个问号 为什么想做这个玩意儿呢 就是我之前在一个 记录片上面看到了 炮制竹力的方法 就感觉挺好玩的 我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就想着做一下 结果从春天拖到夏天 夏天都快拖没了 终于做出来了 拖延正晚期 就是你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呢 就会觉得很兴奋很高兴 最主要是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 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呢 也可以自己尝试的做一下吧 既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又能长知识 这就很棒呀 当然了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时间 没有这个条件去做的话 也可以推荐给我呀 我来帮你们做 做完之后拍个视频 大家一起看嘛 对不对 多好呀 当然最关键的是 我还能白嫖到这么多素材 哎呀太好了 好的 那么今天视频就先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 可以点赞收藏来一波 顺便呢 别忘了点个关注 点过了就不要点了 数字三连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